B好玩的本事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上線的朋友們大家好喔 午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開運10分鐘 一點你就通喔 老師呢在前兩次跟你們分享了很多新的 觀眾朋友們 還有又開始了 老師好像在上電視了 又來了 好 很開心 要記得要這個留言 然後按讚再分享好不好 我剛剛呢有想到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老師諮詢這麼多年來 二十幾年了 那老師在分享老師的諮詢 然後這個在休息領域裡面呢 我誤導的這些道理 都是老師自己尋找這樣子 就是在集中你們需要的 大家好喔 鄭婉珍 愛水蜜桃 你起這個名字真棒耶 我喜歡水蜜桃 剛剛你們有說我像水蜜桃的臉嗎 對不對 有 大家好 好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應該上來留言 就是說 你們很想要聽哪一個階段 就是你們想聽什麼樣的話題 那老師呢 就來分享這個話題 會是你們需要的 譬如在人生當中 你們可以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你糾結在哪一個狀況呢 你可以上來就是把我們的粉絲團留言 然後呢 老師看到你想要分 就是說想要聽的這樣的一個議題 想要改變的部分 老師找出一個題目 然後我們大家共享這樣的 搞不好 其他的人也有像你這樣的想法 上來留言好不好 來 那個鄭秋香 你好 非常好 好 老師很像要越多人 我才會講得更好耶 我們再來催一下 五百人 我再來講話好不好 可以嗎 630 多少了 630 喔喔喔喔 不要 你們要講報少一點數字嘛 不要報這麼多 這樣子呢 這個粉絲朋友們才會上來 搞不好 老師哪一天 突破了這個上限的人 1000人以上 我們來抽那個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太過分了 哈哈 來 大家好 水平桃 六百囉 水平桃你有看到六百了 好吧 那我就開始講話嗎 好 開音十分鐘 一點你就通 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的主題喔 但是記得 一定要幫老師按讚 然後要分享 請你的朋友上來 一起來 聽聽我怎麼樣子 改變我的人生 改變我的命運喔 好 今天我們的這個話題呢 我們要聊 就是我們所有人呢 陷入這個困境 你看 哎呦 小孩考試考不上 搞不好呢 就是談戀愛囉 那有的這個 我們人生當中 可能老公啊老婆對我不好啦 或者是我在工作上面 一直碰到卡住的關卡 這個錢呢都守不住呢 唉 我跟你說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啊 就是我們有太多放不下的東西 好今天我們要談的呢 就是放下 是更大的創造的開始 好我們就開始來談這樣的一個話題 談到放下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放下一定關係到什麼 德思心 這個跟德思心是有相關的 我們人會痛苦 我又很想打招呼 因為好多人上來喔 陳太后 OK 我看到你比這個手勢了 好 我們呢 人會痛苦 是因為我 OK 那個吳昭玉 你好 吳昭玉 昭玉 好 好 你看我們有時候看到任何事情 我們都會覺得說 唉唷 我們因為我們在意 我們就會說 我的錢 我的車子 我的房子 我的工作 我的妻子 我的女兒 我的父母 什麼都是我的搞不好 我跟你講真的連那個神都是你的 放不下 都是我的我的 我們都是我的 什麼都是你的 那信念也是你的 你看喔 有的人就會說 我的宗教 我的神是最偉大 唉唷 你們都不知道這些神 跟你們有什麼關係呀 怎麼會變成你們的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會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所以你會放不下 當你的身上的東西 就像上次老師在講的時候 你把所有的石頭丟在你的簍子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你都想要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要學會放下 因為在諮詢當中 我看到很多人 就像剛剛我在諮詢的時候 唉 自我放不下 不能放下媽媽 不能放下父母 不能放下 而你沒有叫你放下啊 我們要學會什麼 所以法師有講一段話 我覺得這是經典 這是我皈依的這個師父 所以你看聖法師有講過一段話 來 好 我有看到很多人上來了 他說 我們面對任何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先接受 然後面對 處理 再放下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但是呢 能不能做得到 可以 那今天老師就要來跟你們分享 這個怎麼樣去做放下 適當的放下 因為不是什麼事情都是 你看有的人重情破財喔 因為你放不下嘛 那有的人會愛情破財喔 因為你放不下他嘛 但是放下呢 並不是叫你不要 你們要很清楚 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要的東西 我先讓你們理解一件事情 我們放不下的原因是 因為我看到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肉體 我們這一身這個人 身上會有靈魂 會有這個肉體 就是你的外殼 結合而成的就是你 像我靈靈 我就是這個肉體跟靈魂 投胎來我身上 我才能夠來嘛 要不然不會有你的存在呀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是因為 我們把這個肉體 當做你自己了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都想要 哈囉大家好 老師一定要不要忘記的 一直跟你們打招呼 要不然你們會忘記我 哈哈 再多一點上來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都把自己呢 這個肉體當做是我 所以呢 你的欲望 你要的就會特別多 如果今天你真正的了解 你身上這條靈 我一直在講 這條靈魂 這條靈魂 他有要你做的事情 他沒有要你這麼做 那你一直想要 想要想要的時候呢 你就是有你這個肉體呢 把這個靈魂 把它駕馭了 今天來的人是靈魂要來喔 不是你這個肉體喔 結果你擺過來是你的靈魂 被你關起來了 你駕馭它了 就像你的人生 你的駕駛員 你把它丟掉了 你這部車在開的時候呢 你能開得好嗎 沒有辦法到達終點的 這樣你們理解了這個嗎 所以我們常常我們要的東西 是因為我們這個肉體 它的執著 還有它的得失心太重了 都是我們執著的 好 慧群 我看到你了 好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得失念喔 你要好好的用你的靈魂 就是說你要很清楚 是我的靈魂來到人世界 你要請你的駕駛員來呀 好不好 不要用你的身體的所有的感覺 這個應望就會大了 你就會常常在人生當中 每一步你就撿一個重重的石頭 丟進你的樓子裡面 好 那得失心的生命的本質呢 它就是那個得失來去 你看喔 為什麼會得失來去 舊情人 走呢 就代表你會有新戀情 來了 這個去了呢 就會有來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如果我們這個兒女出生了 來了 這個也代表著我們會 他們長大 我們漸漸的要離去了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買了一個房子 我貸款買房子 我擁有了這個房子 但是呢 我得要努力努力努力工作 為什麼 我要付貸款 是不是 都是得失來去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那 你要認知 你要認知 這樣的一個道理 認知人生 你認知的時候 你才不會有任何的煩惱 我有了房子 嗯 什麼 他們拿那個幫幫我看不懂 我怎麼那麼的直接啊 老師就是這樣子 直接 那 那 香蘭 讓老師教你放下 OK 放下 好不好 如果老師興致來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一件很突然的事情 我下次再跟你們討論 因為我想要回饋所有的粉絲們 有沒有按讚分享 要按讚分享 按讚分享更多人 如果跳脫到一千人 我就 可能會有出其不意的回饋 好 所以你看喔 宗教都講放下放下 並不是叫你什麼都不要 沒有叫你說 丟掉父母丟掉親人丟掉什麼 會成為我們的親人 一定是我們前世有這個緣分 會來到你身邊 而是放下你自己那個得失心 也就是指呢 要放下呢 你的執著心 你的得失心 你的煩惱其實百分之八十 都是你咎由自取的 不是別人給你的 就像今天呢 我在諮詢的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粉絲他就 來面對我 他就跟我講說 老師啊 我為什麼都沒有辦法 這個存得到錢 那我就跟他講說 哎呦 你就是喜歡管這個管那個管那個管那個 有人叫你這樣管嗎 他說沒有辦法啊 他們都不處理我就必須要去管啊 我現在在講這句話你們都有這種 有沒有你們兩個有沒有這種 自己自認為的責任感就跑出來了 我跟你講 連老師這個人也笨蛋 在過去年輕的時候也是 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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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自己自我的那個覺得 哎呦我這樣沒有做自己的家人嘛 結果你就自己莫名的承擔起來 然後聰明的人叫什麼 坐在那裡 你要管你就去管 結果你當然守不住財 到最後呢 沒人理你 我還曾經有一個朋友呢 呃 他很會賺錢 他是個這個設計師 室內裝潢的設計師 他放不下什麼 他這一生就是欠六欽的請蛋 他很會賺錢 他就喔兄弟姐妹都帶去旅遊 這個先生要什麼通通給他 重機啦名車也都買 然後呢先生就在外面找別的女人 然後就這樣莫名其妙的離開圖 那家人呢 過去他照顧的這些家人 趁這個時候 這個他婚姻出狀況的時候呢 因為一點點的口角 然後就告了他 哎家人全部兄弟姐妹一起跟著媽媽告他 我看了以後我就跟他講 不是叫你放下嗎 他們選擇這樣的路 我們就讓他去 並不代表你失去了親人 也許你這樣子放掉呢 可能有辦法讓他們回來 結果呢 真的他很安靜了 不再講話了 這些親人每一個人都回來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因果 有時候我們看不透 是因為我們的執著心 跟我們的得失心 好 我們再講一個 你們大家都知道的賽翁司馬的故事 有沒有聽過 賽翁司馬在北方 他養馬很厲害 他有很多的馬都養得非常的好 那有一天呢 有一匹馬跑出去了 好 結果呢 跑出去找不到了 這個村莊的人呢 怕賽翁會很難過 好大家好 米金 我看到你了 米娜 米娜 嗯 好 結果村莊的人就跟賽翁講說 賽翁賽翁你那匹馬失去了 你不要難過 賽翁就說 其實失去也不是一件壞事搞不好有好的事情會來啊 好 結果沒有多久 大概四個月左右 欸 這匹馬竟然帶了另外一匹馬來 欸 是不是得到了一隻馬 好 這個馬呢 養了養了 欸這個他兒子呢 有一天呢 就去 就是騎到這個 就是跟著來的這匹馬 就騎馬 好 結果摔斷了腿 哇 他的這個寶貝 兒子摔斷腿 村莊的人大家都 一直就是 替這個賽翁呢 就是感到很難過 嗨 楊珍珍 你好 好 因為老師看著賽翁 所以我的手會這樣子比 不要那個 覺得老師好像很奇怪 好 那 那個 村莊的人又跑來跟賽翁講 賽翁跟賽翁講說 哎呀 那個兒子的腿斷掉了 不要難過 賽翁就說 他腿斷掉了 雖然是已經看起來像禍 但是呢 不見得是禍 也許是一種福 好 這下胡人攻打過來了 那胡人攻打過來 是不是這個村莊裡面所有的人 全部只要是這個男生 通通都要出征 結果 因為賽翁的兒子 腿斷了就不用被征召 好 那所有的青年通通被征召的 通通暫時在這個戰場上面 那賽翁是德福呢 還是德國呢 好 所以我們在人生當中 有時候我們暫時在做放下的動作的時候 也許是全家人或者是你周邊的人 都可以修得過他們的功課 我常常會在諮詢的時候會講 當你太過於干涉 或者是你太過於執著心 你的得失心越重 你覺得你這樣是 你這樣掌控是你得到 而你干擾了你所有的家人的這個因果 要來修的 其實你是在害他們 所以要放下好不好 放下不是什麼都不要 而是要很有理智的 就說很有理智很有智慧的 不要太過於執著 好不好 好不好 好動算 好 老師有時候會跳出一個很俏皮的話 嗨 大家好 好 這個故事呢 賽翁的故事 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在人生當中的這個德語詩呢 其實冥冥之中 冥冥之中呢 就是你的靈魂造就的因果 好 早就安排好的來 早就安排好的功課 OK 敏娜 武安 珍珍 我有跟楊珍珍打招呼了對不對 不要再叫了 楊珍珍不然其他人會威攻你 香蘭我有看到你 大家好 蛤 我講的早就已經安排好的功課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因果業力在 你造什麼業就安排你 來聽好喔 你造二業就安排你得到了喔 你有沒有感覺在我們人生當中 你會得到 然後突然間不見了就失去了 讓你感受什麼 讓你感受失去的痛苦 那如果呢 你造的福夠的時候 會讓你什麼 會讓你這個 失去 可是呢 你卻得到了一切 所以 這都是因果的業力 老師在講前世今生 我在調整的就是 你的靈魂還有你的身體的協和度 剛剛有一位來諮詢的就講說 老師休息 我都有在拜拜耶 我都有在 我都有在修耶 我說那你有修的話 你怎麼今天會問我這些問題 還是看不開 想不透 你們兩個不要笑 看不開想不透對不對 唉 我跟你講這個大概 一百個人 不要說一百個 十個人裡面 大概有八個人都搞不清楚 我們拜拜 我們自己本身 你的靈體的得失心 執著心 越大的時候 那你看喔 有 昨天啊 昨天好像是昨天 還是什麼時候諮詢的 啊 是 早上 有一個呢 是已經有年紀了 他跟我講說 老師 我一看到他的那個盤 我就跟他講說 唉 你這個跟宗教很有關係 你應該拜了很久 你現在已經干預70歲的人了 他說 對啊老師 我跟你說喔 我過去很會賺錢 但是因為宗教而害的我呢 這個失去了父母 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一切 通通都沒了 我現在再回頭想 我到底還要不要再拜拜 我說你要拜拜 因為你本來就跟宗教有關係 你的靈體呢 是會靈動的 但是你太過於執著了 執著什麼 我拜拜我就會好 你應該要聽聽老師的話 我們要尊敬天地 但是你更要尊敬你現在身上的這條靈魂 唯有你修過你這條靈 他要你修的功課 你沒有得心 你沒有執著心的時候 你就會修得過 並不是叫你放康康 這個以後老師會一步一步的教你們 我要讓你們每一個粉絲們呢 都能夠在這一生當中 能夠轉變命運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喔 這個要學會 這個放下的 放下你的這個得心跟執著 好啦 那下一次呢 需要聽老師講什麼 你們可以上來留言 好不好 我現在跟你們打招呼 李君 李君 哈囉 現在有多少人了 如果一千人 我就要來開始抽獎喔 我偷偷告訴你們 我下一次來要求他 要求 不用要求 老師自己製作獨張就好了 一下上來一千人 在十分鐘內 老師就要 好 你們先公開分享 我們下一次來集合一千人上來 上來好不好 老師就 我就會抽獎喔 我就會讓你們來面對我 但是我先不講要幹嘛 跟我面對面 要幹嘛 面對老師就是要解決問題嘛 而且 面對老師 面對老師 我要求抽獎 面對老師的時候 跟你講 他們已經在瞪我了 他們已經在瞪我 所以我已經有點嘎嘎了 來趕快幫我們分享 分享 下一次我要看到的是 五分鐘以內一千人上線 好不好 一千人上線 我就開始抽獎了 來面對我 面對我 面對我還蠻好的 你的人生會大改變的 我就喜歡改變的 那個 那個是真 我沒有戴眼鏡 真末嗎 茉莉花的末 茉莉莫 真蜜 真蜜 蛤 真蜜 蜜喔 真蜜 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老發言 原諒老師 我會記住你的名字 因為我叫了好幾次 下一次我來抽你好了 真碗真 欸分享了喔 謝謝你喔 趕快分享 那老師今天有稍微 打理一下頭髮 所以呢 你們要趕快把我這一集 分享出去好不好 真蜜 真蜜 這個什麼 合喔 念合喔 有真蜜也有真合 你故意的齁 真合 好我下次就抽你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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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蜜 歐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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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到你 喔你們有兩個人喔 真跟蜜喔 真蜜跟真合 真蜜跟真合 真蜜跟真合喔 又來了 那個真蜜 你很有心 我下次真的會叫你出來 我會抽你 來騙著老師好不好 好 很奇怪齁 他們在那邊監督我 你看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齁 好 就上來讓老師 按讚 快點分享 下一次我每千人 老師就要抽獎了 老師要抽獎 我最喜歡抽獎 好 開一十分鐘 一點你就通 那麼 觀眾朋友 一定要按讚 又是觀眾朋友 本事朋友們 你好你好 背提背提背提 我看到你了齁 開一十分鐘 一點你就通 我們下次見了